OK好,来,义菌 义菌呢就是我们每个肠道里面都有的 那怎么样发觉到你的义菌已经不够了,很简单 你的肠道如果你的粪便的颜色很深,很黑 就是你的有害菌很多 如果最近你排便看到已经开始金黄色 就是有义菌很多了,就这么简单 听到没有 然后呢,一不够就要补充了 那我们在传统的广告的影响下 我们会喝什么,yakook啊,yogurt啦,有没有 但是有可能那边一罐里面只有八字 听到没有 我们一条里面有多少字啊 十一字 听到没有 而且呢,里面有超过七种不同的义菌 所以呢,比如说 有喝酒的,熬夜的,长期吃药的 听到没有,打完肌默的 他们呢,尝到的这些义菌完全死到完的 明白没有 没有什么爱吃菜的 这些都可以推荐它吃义菌 那小孩子常常会有奶粉的过敏啊,敏感啊,这些呢 都是义菌不够的生肖 然后大人会有敏感的问题呢 也是义菌的这些问题 明白没有 OK 所以呢,我们里面还有FOS 它就是义生菌的食物 然后它是有双层保 这个,这个双层保护 OK 所以那个双层保护的那个Coding呢,就叫Dulac OK 所以呢,因为科学家发现 如果这个义菌啊,直接吃进去我们的胃 胃酸的酸度是很高的,1.0到2.0 如果没有这层Dulac去保护它 几乎所有吃进去的义菌呢 在胃就已经杀死了 所以呢,它就必须要确保这个膜 一定要在我们的Dulac那边拉出来 所以它就叫Dulac 听懂没有 这是我个人理解 OK 但是的确如果 它也是如此 Dulac 好,来,我们看 所以呢 这个义菌有没有要问啊 OK 所以有肠道问题 严重便秘 我们都可以推荐 所以这些都是比较针对性跟功能性产品 比如说如果你遇到一个严重便秘的 你就不只是切到它吃这个Fibre 你就要跟它讲义菌嘛 听懂没有 OK 小孩子换奶粉 常常有过敏啊 这些啊 你就要跟它讲义菌的嘛 OK 好